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希望她可以来尝试看一看 就是在台上边唱边跳 又穿高跟鞋的感觉是什么 十四十五岁一个青春小女孩 青春之情 但是听说你已经就是有先练一下舞蹈了 偷练这件事情还好吧 你就没有偷练你还敢讲 一开始听到要接受这个挑战就是没有在怕 没有在怕是因为任性 就觉得说那如果人家都可以练主板 你为什么不能练人家舞 然后也是在想说到底是能够有多难 这个舞蹈没有特别的难 但是它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态度 一二三四五 真的跳了之后 就真的觉得很厉害 不是我 是她很厉害 对啦 你的身体就好像似化一个巴的感觉 我不算自己不协调的人 然后我既动作是可以快 因为我把她的台词一样 对我来说难的是 深情啦 表情啦 态度啦 像人家说是你沙当 说不是我 怎么会有这种指令 自己就自己在演戏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我是表情算多的人 结果才理解到说 原来跳舞的时候眼神的表情 跟舞台上演戏是两回事 是不一样的艺术 天哪五步练起来了 然后歌词我也背不起来 歌词我背起来之后 歌词跟五步又连不起来 等等这些事情就还蛮辛苦的 好强 就是有一个屁股在这边这样子 你先这样子戴 就是有一个 然后往后 然后再往前 有有有有 可以跳那个歌词跟说 厉害了不起 罗密尔 罗密尔 慢慢来 不急不急 就是 你有一个很清楚的 决定 就是 为什么这比演唱会还紧张 我觉得独白比较难的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金属的 假想的对象 可能是观众 可能是空中的某一个人 可能是月亮 可能是一个无形的人 那个东西就要更强大的专注力 要让观众相信他眼睛里面看到的 那个东西是存在的 不就是你的姓吗 罗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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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角戏没有对手 就是 是一个难度的挑战 因为我通常都是有 大家对话的感觉 罗密尔 罗密尔 罗密尔啊罗密尔 的确在台词才能 就是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 记那个逻辑 当然我觉得菜婆 给我的一些道理还蛮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分段啊 然后呼吸啊表情啊肢体这样子 我们在阅读中文的时候 很容易会被 中文的标点呼号限制住 很多人会因为看到标点呼号 就觉得一定要停顿 可是停顿应该要跟着 一个想法 一个想法 我们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其实一直 对 想到 我想到了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分析很自由的 就是看演员自己 他没有标准答案 可能因为我是歌手 我就觉得说 有音乐 我就非常的自己这样子 那当你要踏进一个别人的角色的时候 有时候 状态是 不太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是 日常生活对话的 白话文好了 可能 没有这种状况过欸 就是 就是很痴情 偷笑什么 很痴情的那个样子 你又是不会是这么的 你觉得这个太太 事于翻上台面 对我来说我就会 请他特别去找 到底一个句子里面的 关键字或是什么 你想要强调什么事情 你如果把这个读牌 想象成一首歌呢 如果你今天一开始 是一个慢的铺陈 那你一定会希望副歌的时候 要加快嘛 他那个东西要改变 观众听以为 翻面调回我的层次 罗蜜奥罗蜜奥 起可以起太高了啦 你喜欢一个人 然后你为了他 你可以放弃你 一个人想说 只要你说你爱我 我就把我的狗给别人 你的狗 只要你发个 只要你发个誓你爱我 那我就从此不做卡普来家的人 没有多爱你家狗啊 就送啦 就送啦 他的课好难啊